第五十二集 白鹤染失笑 我跟你又没仇 若这有那种危险 我怎么可能将那里还给她 放心 这念西院的人和事 你家小姐我还撑得起 握得住 就算她是孙猴子 也翻不出我的手掌心 她说到这里 站起身整整衣裙 这事还行吧 迎春还在琢磨孙猴子 又是个什么玩意儿 冷不丁听白鹤染这么一问 这才往她的这身衣裳上去打量 这一眼直接就给迎春给看笑了 小姐 今天二夫人过生辰 您怎么穿了条白裙子啊 白吗 她不赞同 分明是珍珠的颜色 不是纯白 那也算是白色的一种吧 不过也没什么 小姐喜欢就好 左右跟二夫人的关系 都到了这种程度 以奴婢对小姐的了解 就算换掉这身白裙 您也还有其他的招 能让二夫人这个生辰过不痛快 所以奴婢也不多嘴了 穿白的就穿白的吧 白鹤染点点头 你这丫头 有前途 两人开门出去 等在门外的墨语立即跟上 同迎春一起并排走在白鹤染身后 相房那头 白珍珍也带着小鹅走了出来 两人一个照面打过去 不由得齐声大笑起来 要不要这么巧 小鹅忍不住 最先感叹开来 奴婢刚还劝了四小姐老半天 让她别穿白的 免得被二夫人说 跟办丧事的不吉利 可 可二小姐 您怎么也整了这么一身啊 白珍珍笑得直捂肚子 我说什么懒着 这才是我亲戚 连穿什么颜色衣裳 咱俩都能想到一块去 一边说一边 用手指去点小鹅的头 你这个死丫头 就是到窝里横 跟我面前可厉害了 一到外头就怂 什么吉不吉利的 她说半丧就半丧啊 那我还说因为我们家姓白 所以我穿白色是代表隆重 表示我更重视她的生辰 再说 她又不是我亲娘 我同她关系又不好 用得着给她留脸吗 白赫然对这个 白家姓白理论颇为赞同 连连点头道 就是这个离 一众丫鬟纷纷觉得 自己管不了自家小姐 三人互视了一眼 都从对方眼中 看到了同样的讯息 罢了 随他们去吧 今日的文国功夫十分热闹 下人们被破例允许穿艳色的衣裳 家仆小丝们都换上了新装 丫鬟婆子们则粉的绿的各式各样 脸上也描了淡妆 有的还用了些熏香 不但瞧着艳丽多姿 更有淡淡的香味绕着 着实赏心悦目 但再如何鸣艳 衣裳却也是普通料子 虽比普通百姓的粗布衣 是好上许多 可仍比不得主子们 使用的贵重衣料 允许下人打扮 是每年夜市寿宴时 开的恩典 对于不少心思活泼的 大丫鬟们来说 这是一次极好的机会 因为府上来人众多 不但有各府女眷 还有无数男宾 皆是京中有头有脸的人物 是真正的贵族 若有幸被那家公子 或中年的老爷相中 要回去做个妾 便是他们最大的福分了 白鹤染和白珍珍到时 前院已经非常热闹 二十多张燕桌 围着院子摆了起来 丫鬟们正忙着 往桌上摆放瓜果 有许多水果 都是这个季节 在京都见不到的 也不知道是从哪里运过来 花了多少银子 老夫人还未到 夜市和白金红 也没见影子 倒是白香炎 已经穿着一心 站在府门口 正跟管家说着什么 另外 小夜市和白花炎 也找到了 小夜市前些日子 给白金红磕头磕的 一脑门子血 如今虽然人没事 血也不再流 但触目惊心的一个血疤 顶在脑门上 还是很煞风景 白花炎今日穿了 桃红色的长裙 头发挽成两只团子 远远看去 很是俏皮可爱 可说出来的话 就跟可爱不挨边了 你不照镜子 看看自己多吓人 今天是母亲生辰 你就这样子出来 不怕出了母亲的眉头 我求求你了 快回去行吗 万一母亲朝你这样不开心 连我都要跟这么一号 小夜市抬手摸摸脑门上的疤 轻轻地叹了口气道 我若不露面 也是不合规矩的 要不我回去想办法遮起来 总不给你找麻烦就是 快走快走 白花炎赶苍蝇一样 把小夜市赶走了 再一转身 又仰着尖酸的动静 问身边一个丫鬟 你是哪个院的 做事笨手笨脚 那丫鬟不过十二三岁模样 背着一吼吓坏了 手里的果盘都差点掉在地上 奴婢是三小姐院子里的 奴婢知罪 请五小姐宽恕奴婢 一听说是三小姐院子里的 白花炎更来劲了 哟 你不说我还真想不起来 这府上还有个三小姐 多少日子没回来了 今天可是母亲寿宴 她跟她那个狐媚的娘 还不打算露面吗 还真把自己当盘菜 依我看 是想逃过给母亲送贺少礼吧 小丫鬟哪里敢接这个话 只能跪在地上不停发抖 白珍珍切了一声 仰起脖子问了句 五妹妹和叶姨娘 给母亲送什么好东西了 要说你们可是双重的亲戚 送的礼怎么着也该比旁人 更贵重才是 如此才能彰显一族所出的亲近呢 五妹妹 快别藏了掖着了 说说看 你们都送了什么 白花炎嘴巴张了张 很想把这话怼回去 可直到这时 她才反应过来 貌似她跟她姨娘两人 什么礼都没准备呀 非但没有东西送给二夫人 甚至还拿了二夫人 反送给他们的礼 原本没想太多 可这会儿被白珍珍把话给堵住 就觉得有些尴尬了 不过白花炎一向脸皮后 没理也能降三分 在意识到李亏后立即大声道 要你管 我们是近亲 送也是私下里送 怎么可能像你们这些外人一样 走那些没用的过场 哦 白珍珍恍然 原来我们同为姓白的是外人 你们姓夜才是近亲 说我孤落寡闻 长这么大还真是头一次 听出这样的道理 她二人一边说一边往前走 而这时 原本站在府门口的白星炎 也被院里的吵闹声吸引 转身往这边走过来 一边走还一边不快地道 都闹腾什么呢 也不看看今天什么日子 一个一个的 简直没有教养 白赫然乐呵呵地回了她的话 父亲 是五妹妹在罚一个奴婢 因为三妹妹和林一娘 没有回来给母亲送贺寿礼 白星炎顶不爱听白赫然说话 下意识地就要顶回去 可偏偏地跪在地上的小丫鬟 为自己辩解了一句 三小姐他们什么日子回来 奴婢是真的不知道啊 奴婢只是个烧火的丫头 主子的事根本无从知晓呀 就这一下就坐实了白赫然的话 白星炎不得不怒气 又转到白花炎头上 大声呵斥道 没规矩的东西 为父亲自给了他们 一个月的外嫁去探亲 如今期限未到 你说这样的话 是在跟为父问责吗 白花炎是又害怕又恼火 更不甘心就这样被白训一顿 于是想了想顶了句 就算有父亲给个外嫁 可这样的大日子也不回来 就是看不起母亲了 看不起母亲也就是看不起 咱们文国公府 女儿这也是在为父亲抱不平 哎 白赫然挑眉 咱们文国公府 我妹妹刚刚不还在说我们姓白的都是外人 你们姓叶的才是自己人吗 要按照你这个逻辑 这座文国公府到底应该姓什么 她一脸茫然 好像应该姓 叶 胡闹 白星炎气得直轮胳膊 轮了半天也没想好该打谁 只能尴尬地又放了下来 但却指着白花炎道 给我滚到后院去 别再出来给我丢人现眼 父亲 白花炎急了 我没有 他冤枉我 二姐姐没有冤枉你 我也听见了呢 白珍珍开口证明 白星炎更信了几分 她瞪着白花炎 心里头对叶家的怒气 一下子全部都集中到这个 同样有着叶家血脉的庶女身上 好在还有理智生存 没有在人来人往的前院直接动手 却依然咬着牙狠狠地骂道 没良心的东西 待寿宴结束 您就给我滚回叶家 滚回你自己家去 这时 府门口已经有下人高声唱和 礼部刘大人为二夫人贺寿 刑部张大人为二夫人贺寿 护部尚书关大人为二夫人贺寿 一连串的客道 让白星炎没空再理会这个女儿 只扔下一句 都给我到前厅待着 然后匆匆往门口去待客了 只是走到门口时又转过头来 望着白赫染和白珍珍的背影 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却不急仔细去想 就被一波又一波的来客 扯住了寒暄 前厅这头 夜市和白金红也已经到了 因是夜市的生辰 老夫人特地将上手的位置 让了出来 自己晚些道 让夜市坐于上手接待女宾 按往年惯例 男宾到了是直接在前院入席的 虽然天气还有些凉 但下人们会准备好厚厚的账满 将设宴处给围起来 冷风灌不进 便会暖和许多 而随行的女眷 则会聚到前厅先跟夜市见面 然后再各自由下人引着 去往设在后宅的宴厅 夜市今日打扮得十分贵气 衣裳是牡丹色的 身前绣着大朵的牡丹花 就连头上都插着 有牡丹花朵样式的发簪 不论衣裳还是首饰 都绝非平常贵族所见的繁品 各项京宫明眼人一看便知 那是宫中巧匠阁和织绣坊的品质 夜市作为太后的亲侄女 在这种时候 就是要尽可能地彰显 自己与众不同的身份 以此来告诫来贺寿的各府女眷 她不只是文国公府的当家主母 更是不容忽视的皇亲国戚 她不是一个人坐于上手 身边还拉着个白金红 今日的白金红更是明艳地动人 一身杏黄色的长裙穿在身上 把她衬得高雅之余还多了几分娇嫩 白金红很会打扮 她知道自己国色天香滋容 东勤无敌 同时也知道自己这种美丽太过出众 以至于会让人产生一种距离感 只敢远观 不敢尽巧 所以她特地穿了件鹅黄色的衣裳 把人衬得更加娇嫩可爱 也多了几分平易亲近 夜市很满意女儿的打扮 面上始终带着笑意 直到看见白鹤染他们进来 原本堆在脸上的笑容 一下子就凝住了 母亲 大姐姐 白花岩一进了屋 立即就向前飞扑了去 满肚子的委屈向要倾诉 可夜市和白金红却根本顾不上理她 白金红站了起来 一把将扑过来的白花岩给推开 眼睛直勾勾地盯向白鹤染和白珍珍 两道绣眉皱着眉心处 打成了一个死结 夜市也是恼火冲天 今天是她的生辰 可这两个死丫头 居然一人穿了一身白裙 这是在干什么 发丧吗 可她到底比白金红更沉得住气 也考虑得更加全面 这边是生着气 可眼睛还是往厅外看过去 眼瞅着一批一批的贵客将至 便知道眼下绝不能再多做计较 以免让更多的人看她的笑话 于是扯了一把白金红 将人又重新扯回自己身边做好 这才主动开口道 阿染和珍珍来了 快坐吧 今日客人多 母亲怕是照顾不到你们 白鹤染笑道 母亲真是太客气了 我们本就是白家人 哪里还需要照顾 按理说 该由我们帮着母亲招待贵客才对 说到这儿 脸上又又歉意浮起 其实真对不住母亲 我刚刚回府一穷二白 实在没有拿得出手的东西做贺寿礼 想来母亲高高在上 也不会跟我一个小姑娘计较 便只带来了我承知的问候 夜市脸色更加难看 礼不礼的她不在意 她在意的是送礼的那份心 送礼代表对她的重视 送多厚的礼代表对她的重视程度 可这诚挚的问候是个什么玩意儿 再者 问候在哪儿呢 白鹤染什么时候给她送上问候了 眼瞅着院里宾客就要到门口了 她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只点点头 不耐烦地让他们快坐下 这边两位小姐刚落座 陆陆续续地便开始由女眷进入前厅 开始向夜市喝手 因是夫人受宴 所以宾客们准备的贺寿礼 都是由女眷们带着 没有经过任何人的手 直接抬到了夜市面前 看着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贺寿礼 在前厅门口被依依登记 再看着夜市身边的近视双环 指挥着下人 把一样一样收到的贺礼 直接往伏袭院抬 白针针不由地冷哼一声 哼 脸才倒是一把好手 只可惜目光短浅 看到的都是眼前这点赢头小力 想赚大钱呢 这辈子是没可能了 感谢您的病人 感谢您的病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